中美紧张关系持续升级 最近拜登一直向中国释出善意 因此外界本来期待中美防长 会否在第二十届亚洲安全峰会 香格里拉进行对话 但美国防部却证实 中共早已拒绝美方的会晤请求 即使双方国防部长对话破裂后 美国军方日前声明 一架中国战机在南海侵略性拦截美国军机 据美国华盛顿邮报报道 当时美国防部为了促成会晤 曾罕见直接致函给中共国防部部长李尚福 却遭到中方的断然拒绝 有美国官员表示 举行防长厂编会通常是在最后一刻才决定 中方此次拒绝发出了异常的讯号 因此有专家认为中方提前拒绝的导火线 很可能就是美国向台军研 兼射刺针飞弹防备武器做出的回应 中方不惜让双方对立升级 另外李尚福于2018年 因采购俄罗斯武器而遭到美方制裁 因此自他上任后 中方就以多次要求美国撤销对立的制裁 但国务院最后说并不考虑解除 因此才决定单方面提早拒绝美方会晤做报复 同时美国公布一架中共战斗机 在南海国际空域对美国军机有不必要的挑衅动作 中共官媒《环球时报》31日 学习胡锡进的叼盘方式指出 这是美方在香格里拉对话前预设的议题 为美方大会发言味料以指责中国 《环球时报》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军事专家 31日收访表示美军及其盟友曝光所谓中方战机 实施不专业拦截或危险接近的势力并不算新鲜 之前有过好几次 其就是要制造中国威胁论 微妙之处在于美国选择公布此次解放军 不专业拦截的时机 有网友说胡锡进尽管退休 但《环球时报》的叼盘精神不会退休 5月23日中共新任驻美国大使谢峰抵达美国旅行不久 就对在美中国留学生发出指示信 要求留学生要弘扬爱国主义精神和留学报国传统 号召留学生效忠中共与美帝斗争的意味十足 但仅于美国亲共侨领屡屡被抓 谢峰的号召没有几个人响应 德克萨斯大学奥斯丁分校的留学生周一告诉媒体 这份公开信本身没有多少人当回事 组织过社会运动的前留学生周宇则认为 谢峰的公开信只是作为新人官员走个行事 没有什么实际上的意义 因为在疫情期间 中共严格的防疫政策和中美之间航班的减少 大使馆根本就不关心留学生 谢峰大使的公开信中特别提到了 希望留学生讲好中国故事 向身边的美国朋友介绍一个真实的中国 但美国之音采访的几位留学生都认为 绝大多数留学生并不会花很多时间 在讲好中国故事上面 周一很直接的表示 讲好中国故事就是不能讲出真实的中国 真正讲出真实的中国故事回国会倒霉的 也有学生认为风向变了 西方开始玩真格 很多侨领都被抓 想因大使馆号召会有风险 根据韩国国家情报院掌握的最新资讯 朝鲜领导人金正恩疑似受到严重的睡眠障碍困扰 以致烟酒成瘾 使他体重飙升至140公斤 但在此同时朝鲜粮食短缺也日趋严重 因为饥饿而导致的死亡人数正在不断增加 韩联社报道 国情院院长李奎显31日向国会情报委员会进行简报时表示 平壤当局4月期间透过驻海外高阶官员收集最新的医药资讯 同时大量购入治疗失眠的药物 因此该单位研判金正恩近来可能深受睡眠障碍的困扰 此外韩国国情院也研判金正恩有可能陷入依赖尼古丁与酒精 致使失眠问题更严重的恶性循环之中 且朝鲜进口包括万宝录、洗灯录等外国品牌香烟 与高级零食、下酒菜的总量正持续增加 似能支持该项判断 国情院也指出金正恩在16日公开露面的画面显示他黑眼圈明显加深 且状态似乎疲惫不堪 经由AI比对后推估其体重已飙升至140公斤 国情院情报也指出金正恩手臂与手部 自从去年底开始不断出现抓痕与瘀伤 都是在过敏与压力所导致的皮肤炎影响下常见的症状 而国情院的数据也显示朝鲜粮食短缺情况正持续加剧 导致饥饿所引发的死亡人数激增 较前一年增加了四成 金正恩日前下令加强预防自杀行为 并称该行为称作是对社会主义的背叛 很类似于中国文革中自觉于党和人民的说法 全球火力网站GFP根据当前可用火力 对世界各国的能力进行了排名 排名考虑到了各种因素 比如一国的军事装备部队人数地理位置资源秉赋以及经济状况等 最新排名显示排在第一位的依然是美国 俄罗斯排在第二位 与2022年公布的结果一样 中共依然排在第三位 而乌克兰的军事实力则排在了第15位 据全球火力网站GFP的说明 这次军事排名是采用超过60个标准做评估 包括各国陆海空兵力 财政 后勤能力和地理位置等 得分越接近于零 代表该国的常规军力越强大 最完美的火力指数为0.0000 但实际上几乎无法达到 而不管是战机 航母 军舰的数量 还是庞大的军费支出 放眼全球都难逢对手的美国 不出意外地排在榜首 但从榜单来看 在俄乌战争上似乎没有取得压倒性胜利的俄罗斯 军事实力依然不可小觑 与美国一样 俄罗斯是拥有核大国 虽然在乌尔战争中折损了大量的坦克装备 但空军与海军损失并不严重 同时还拥有苏57等王牌战机 以及高超音速导弹等底牌武器 火力指数为0.0714 台湾则从去年的21名小幅度下滑至23名 不过台湾的空中实力的排名上 名列前茅全球排名第八 而可用后备军人数更是位居世界第一 乌克兰由于应对俄罗斯入侵 军事实力迅速上升 已经排到了全球第15 俄罗斯企图使乌克兰去金氏化的目标彻底破产 据报道 5月31日周三亚市盘中亚洲股市连续第二个月下跌 人民币汇率跌至6个月以来的最低点 因为疲弱的工厂活动数据提供了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复苏步履蹒跚的最新证据 除日本外最广泛的亚太股指下跌1.2% 本月累计下跌2.5% 在这个月里中国经济复苏将推动 全球经济增长的希望已经破灭 香港股市较1月份的峰值下跌了20% 数据显示中国5月份制造业PMI降至48.2% 收缩速度甚至快于预期 服务业增长放缓至4个月来的最低水平 此后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下跌0.3%至7.1090% 这是自去年11月中国实施严格的公共卫生限制以来 从未出现过的水平 由于从产出到工业利润、零售、销售和贷款增长等指标 均被达到预期 人民币本月下跌于2.6% 此前有人担心中国经济的复苏可能会如此强劲 以至于会使发达经济体、央行抗击通胀的努力复杂化 澳大利亚联邦银行的经济学家和货币策略师Taro Combe说 快进到今天这些期望似乎是错误的 这种失望情绪已经渗透到其他对中国敏感的资产 澳元对美元触及近7个月低点0.6489 并已连续4个月下跌 人工智能AI成为当前科技界热门话题 为人们带来方便的同时 却也引发了各界的担忧 包括OpenAI、Google、Deepmind、Enthopic等 350多名AI企业领袖与相关业界专家 30日联手呼吁 强调AI技术发展过于迅速 对人类构成的灭绝威胁 不亚于核战冲突和流行疫情 美联社报道 关注人工智能风险的美国非盈利团体人工智慧安全中心 30日公开联名信 指出降低AI带来的灭绝风险 应该与其他社会规模等级的风险 如大流行疫情和核战 同为一项全球优先要务 根据人工智慧安全中心官网公布的联署名单 目前该声明已有350多名专家和科学家联名签署 其中包括有AI教父支撑的星顿 开发ChatGPT的OpenAI公司执行长阿特曼 谷歌公司AI部门Deepmind执行长哈萨比斯 微软公司技术长史考特 开发AI系统语言模型的Anthropic公司执行长阿莫迪等 知名业界大咖 世界各国已经开始为此制定法规 其中欧盟抢先推进人工智慧法案 预计今年能够通过该法 并将根据风险等级制度 对人工智慧应用产品与服务进行监控 特斯拉执行长马斯克 苹果共同创办人沃兹尼亚克等 超过千位AI研究人员 也于三月联署公开信 呼吁所有AI实验室暂停开发 比GPT4更先进的模型 为期至少6个月 以免对社会和人类构成威胁 美国总统拜登曾在2020年大选前 被参议员时期的女助理李德指控性侵 当时李德宣称拜登将手申进她的群里 但拜登本人与团队一概否认 时隔三年 李德最近与一名俄罗斯特务 一起登上俄国官媒版面 并宣称她已经投奔俄罗斯 我感觉被保护与安全围绕着 曾在拜登参议院办公室担任助理的女子李德 于2020年拜登或民主党提名总统候选人之际 出面指控 拜登1993年春天在国会山办公大楼的地下室 曾将手伸进她衬衫和裙子里 将她逼到墙角性骚扰 李德当时强调 在德拉威尔大学存档参议院 数十年的文件可能有她的投诉记录存档 但其他工作人员表示未听闻此事 拜登也出面否认 根据《卫报》报道 现年59岁的李德 30日登上俄罗斯卫讯通讯社报道 并和曾在美国服刑的俄罗斯前特务 现任杜马议员布提纳一同受访 李德表示她已经投奔至俄罗斯 北京社描述李德是作为一名作家 公关人员与拜登的前助理 李德还说 我只是不想走回家走进笼子里或者被杀掉 基本上我只有这两个选择 他说 叛逃到俄罗斯的决定非常艰难 虽然2024大选临近 但有太多利害关系 但我在这里几乎更好 而且很安全 他说 我很享受在莫斯科的时光 感觉就像在家一样 特斯拉电动汽车制造商马斯克 在中美关系紧张之际访问中国 接受北京高规格的接待 外交部长工业信息部长 南务部长纷纷出厂接待 法新社说 他与中共之间强而有力的关系 在华盛顿引起质疑 美国电动汽车制造商特斯拉的老板 埃隆·马斯克周三在北京称赞中国发展的活力 并表示他对这个对其业务至关重要的市场 完全有信心 在他三年多来首次访问中国时 这位同事拥有社交网络推特 亿万富豪在北京受到了与外国政治领导人 几乎相同级别的欢迎 并与几位政府部长进行了会谈 今年4月 这家美国汽车制造商宣布 他将在上海建第二个巨型电池工厂 据中国新闻社报道 该工厂的初始产能为每年1万个Megapack电池 应该在2024年第二季度开始生产 据中共外交官称 埃隆·马斯克周二与秦刚会面时表示 他反对中共和美国之间的任何经济脱钩 据同一消息来源 他说美国和中国的利益是紧密相连的 就像不可分割连体婴儿 此外 马斯克还暗示北京声称的 台湾岛应该是北京的一部分 引起了很大争议 特斯拉CEO马斯克到北京首碗吃了什么 有中国网友31日在社交平台发布晚宴菜单 晚宴共16道菜 据称这是北京的顶级会所 晚宴餐单也一并曝光 在美国对北京制裁加强的时候 马斯克却反其道而行之 法新社说 马斯克与中共强而有力的关系 在华盛顿引起了质疑 美国总统拜登曾表示 马斯克与外国的联系值得审查 好了以上是本期万卫读报的全部内容 感谢大家的收看 我是Cherry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您点赞和转发我们的视频 我们下期节目再会